好,这一题,它是心脏线 那这个心脏线呢,这边没有那么尖 这边大概比较平滑一点 好,东西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比较平滑 那这个心脏线,R等于1加cosθ 它这心脏是向右边的 那这个θ等于0的时候呢 θ是0的时候,cos0是1嘛 所以它1加1就2 所以它这个点呢,是在2 2,0这边 然后当这个θ开始旋转以后呢 这个 它就沿着这个红线,这样子 然后当θ呢,旋转 旋转过来的时候呢,它就转到这边来 那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这个θ等于2π的时候 那它就刚好等于1 它就刚好等于1 然后再继续旋转到π的时候 cosπ是-1 所以它就从这边就转过来的 转到这里来 那这是上半圈 那当这个θ继续从π再旋转到2π 它就沿着这个底下这边又回来到这里的 又回来到这边 好,那这个题目呢,它叫我们呢 把这个心脏线呢,绕这个θ等于2π这个射线下去呢,旋转 那所以当你旋转的时候啊,因为它是对称的关系啊 所以呢,我们就从0积分到π就可以了啊 那这样子算出来呢 这是上半个心脏的测表面积啊 然后你再给它乘以2啊 就是下半个测表面积啊 好,那么这个在积分的时候啊 一样啊,我们给它分成几个步骤啊 第一个步骤呢 要先把这个r对θ为分 先把r对θ为分 那这个1加cosθ为分以后呢 变成负的sinθ 负的sinθ 那接下来呢 因为等一下有这个r平方 加上dr over dθ 平方开根号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计算一下 那这个r平方 r是1加cosθ 所以r平方就是1加cosθ平方 那么drdθ是负3 所以你拔平方以后呢 它就变成sinθ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呢 拆了 这个a加b括号的平方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计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根号里面 给它全部拆了 这个a加b括号平方 拆了以后变成a平方 加2ab 然后再加上b平方 这是前面这一项 完全平方拆了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这个sinθ平方c倒 那所以同学可以看到呢 这个cosθ平方 3平方合并呢 变成1 那1加1呢 它就变成2 所以就变成2加上2倍的cosθ 2倍cosθ 那然后呢 你把这个2 给它提出来 它这里面就变成1加上cosθ 1加cosθ 好 那么因为呢 根号对积分 这个根号 碰到根号在做积分 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要把它开出来 那这时候呢 我们选择的这个公式呢 是这个公式 就是呢 这个 我们知道呢 这个cos 这个x 它就 cos平方x呢 它就是2分之1加上了cos2x 2x 所以如果你一项一项的话 两倍的cos平方x呢 它就是1加上cos2x 那如果这个x呢 刚好呢 是2分之c达 这个x如果是2分之c达的话 那么 同学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 这边有一个公式就浮现出来 就是2倍的cos平方2分之c达 它就是1加上了cosθ 所以这个三角的公式 就用到这边来了 那么 这边就是2乘上 这个1加cos2x 它就转换成了 2乘以呢 cos平方2分之c达 那因此呢 这个4开根号出去就是2 那cos平方开根号出去呢 就变成cos2分之c达 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只从0积分到π 所以这个没有正负的问题 好 那这是第一个步骤 接下来呢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就进入到它这个测表面积的计算了 那测表面积呢 我们现在一样 是把它对c达等于2分之π 下去旋转 测表面积 那测表面积它原来的公式呢 是由α角积分到β角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x呢 换成 好 等一下 这个公式先写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 我们是从0积分到π 从0积分到π 这是上半个心脏的测表面积 那你还要再把它乘以2 才是全部整个心脏的测表面积 那 然后呢 针对这个2π参与x 这个x呢 我们就把它换成Rcosθ 好 把这个x 换成Rcosθ 然后乘上呢 后面这个根号 后面这个根号呢 我们刚才呢 看过了 后面这个根号 R平方加上 dr over dθ的平方 最后呢 弄出来是两倍的cos2分之θ 所以我们把这个2 cos2分之θ 把它超过来 然后dθ dθ 好 那 这个式子呢 我们看里面呢 还有R 因为我们现在是对θ做积分 所以这个R要把它换掉 R是什么呢 R就是这个题目 R就是这个心脏线 1加cosθ 所以呢 你再继续呢 把这个R 我们就把这个2π拿出来好了 这边就变成4π了 4π 然后从0积分到π 那这个R呢 就是1加上cosθ cosθ 然后再乘上后面这个cosθ 然后再乘上呢 这个2倍的 这个cos2分之θ cos2分之θ dθ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变成了要处理这个积分了 处理这个积分 那处理这个积分呢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我们把 这里哦 把它乘上这个1 再把这个乘上这一个 就分成了两个部分 下去做积分 所以这边就变成4π 然后0到π 那当你把它乘开以后 这第一项就是 两倍的cosθ 乘以cos2分之θ 这第一项 再加上呢 这个乘上第二项 它就变成了两倍的cos2分之θ 然后再乘上cos2分之θ 然后cos2分之θ dθ 好 那么 这个题目做到这里来 我们又要使用这个 三角函数 因为它这个没有办法积分 你看它这个角度 一个θ 一个2分之θ 这个没有办法积分 而且它是相乘的 所以呢 必须要使用这个激化核差 那当初呢 在高中高值数学里面 这个激化核差 为什么要学呢 就用到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激化核差的公式 把它写一下 这个激化核差的公式呢 两倍的 这个cosα乘以cosθ 这是乘积 它就等于呢 这个cosα加θ 然后再加上这个cosα减β 再写不下了 那以我们这边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是两倍的cosθ 然后乘以cos2分之θ 所以呢 你这个激化成核之后 它就变成cos的α加β 也就把这θ加2分之θ 就变成2分之3θ了 然后你再加上呢 这个cos呢 这个θ-2分之θ 就变成2分之θ 所以按照上面这个 按照上面这个红色的这个 这个计划核的公式 我们为了要把这个激分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把第一项 把它改写成这个 cos2分之θ 再加上cos2分之θ cos2分之θ 好 这是前面这一个 前面这一个 好 然后再加上呢 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个呢 也没有办法积分 那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两倍的cos平方 把它换掉 那两倍cos平方呢 刚才已经出现过了 这个两倍cos平方x 它就是1加cos2x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边 这个两倍cos平方 把它写成呢 1加上呢 cos2θ 好 把前面这个平方的处理成这样子 然后再乘上后面这个 cos2分之θ cos2分之θ 再底θ 好 那么 所以呢 这一题 它就变成4π 然后这个0到π 那前面处理好的呢 我们就通通给它超过来 它就是2分之3θ 再加上呢 cos2分之θ 然后我们再加上呢 这里好 我们再把它强开 这个cos2分之θ 乘以1就是cos2分之θ 再加上呢 这个cos2θ 再乘以这个cos2分之θ 把它全部乘开 好 那乘开以后呢 这个 前面的照抄下来 前面这些都可以积分了 这是2分之3θ 那这两个呢 就变成2倍的cos2分之θ 好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 这个cos2θ 跟cos2分之θ 你再度的使用 这个红色这个公式 再度使用 这个红色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呢 它是 cos2θ 跟这个cos2分之θ 所以再度使用这个计划盒 计划盒 那它就会等于这个 cos2θ加2分之θ 就是2分之5θ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 2θ-2分之θ 它就变成2分之3θ 2分之3θ 那前面还有一个系数2 那我们这边没有这个系数2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系数 给它除过去 换句话说呢 cos2分之θ 乘以这个cos2分之θ 它就等于2分之1 这个cos2分之5c的 再加上呢 这个cos2分之3c的 所以这边我们就把它套回来了 所以这个 后面这里它就变成2分之1 cos2分之5c的 再加上呢 cos2分之3c的 就得到这个式子了 好 那么 最后呢 我们再度的合并同类项 再给它积分 那么 这里面 2分 这边有2分之1乘以cos2分之3c打 这边有2分之3c打 所以有全部是2分之3乘以cos2分之3c打 这第一项 那第二项呢 就是2倍的cos2分之c打 那第三项呢 就是一个2分之1乘以cos2分之5c打 2分之5c打 dc打 好 那我们这次只能做到这里来 这个写不下了 把它拉过来 那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积分到这里来了 积分到这边来了 那同学哦 这个4π 超过来 那这个2分之3 cos2分之3c打 你把它积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sine2分之3c打 这第一项 那第二项呢 因为它是cos2分之4打 所以你除了乘2以后 这个积分以后 它就变成4倍的 sine2分之4打 4倍的sine2分之4打 好 第三项 这个2分之5c打 你这边要调整2分之5 前面要有5分之2 所以5分之2它就变成了 积分以后变成5分之1 sine2分之5c打 好 那同学如果不太明白 就再把它积分回去 这5分之1 sine2分之5c打 你积分了 因为它又产生一个2分之5 所以它会变成1分之1cos2分之5c打 那这上下线呢 是0到pi 上下线是0到pi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上线带它去 减下线 那下线带它去呢 sine0通通都变0了 所以下线我们就不要管它 那上线带它去呢 这边就变成了sine2分之3pi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4倍的sine2分之pi 好 然后再加上呢 5分之1 乘以呢 sine2分之5pi 好 sine2分之5pi 好 那 最后呢 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sine2分之3pi 这是-1嘛 然后sine2分之pi 这个是正1 所以这边是4 那312分之5pi呢 这个是-1 所以这边是-5分之1 好 -5分之1 好 那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得到呢 它是4pi 乘以 这个3减5分之1 好 所以它就变成4pi 4pi乘以呢 5分之 就是-15减1 就是14 好 那一次最后我们就得到呢 它是5分之呢 这个-4-4-16 56 好 56pi 好 哎 不对啊 这边是这样子啊 这个 这边算错了 这个sine2分之5pi 好 sine2分之5pi呢 就是2pi再加2分之1pi 所以这是正的5分之1啊 那如果这是正5分之1就变成3加5分之1啊 所以这边是5分之16啊 这5分之16 那5分之16乘以4啊 4624啊 所以这边最后答案应该是5分之64pi啊 5分之64pi 好 那这个 这个sine2分之5pi啊 同学要知道 它是2pi再加2分之1pi啊 所以这个sine2分之5pi 实际上就是sine2分之1pi啊 sine2分之1pi 那sine2分之1pi呢 sine2分之1pi是正1的啊 所以这边是正5分之1啊 好 那你此调整一下呢 这边就变成5分之64pi啊 5分之64pi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心脏线啊 整个绕sine2分之1pi这条射线旋转以后啊 它所形成的测表面积啊